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突出的是来自湖北渔昌的汪周宇 刚才你提到了2018年10月1号以后 国际举联调整了女子的级别 有原来的八个级别 现在为十个级别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国家的选手也是在不断的适应 这个新的级别的变化 没错 包括我们讲到的今天参加比赛的汪周宇 他在2018年的世界举重锦标赛上呢 当时他参加的是女子的76公斤级比赛 并且呢是获得了停举和总成绩的金牌 那么到了2019年呢 汪周宇就升级比赛了 参加现在的87公斤级比赛 并且呢获得了抓举停举和总成绩的三枚金牌 我们当时啊参加这个女子 2018年参加87公斤级比赛呢 是来自江西的敖辉 她也是获得了停举和总成绩的金牌 是的 所以呢这个级别啊 也是奥运会的级别 是我们国家应该讲是备战东京奥运会的重点级别 那么通过这两年的世界锦标赛 包括去年的亚锦赛的检验 我们国家选手汪周宇 在这个级别上还是有很较大的优势 那么他的主要对手呢 是来自朝鲜的金云珠 那么金云珠呢个人最好成绩呢 2019年的试锦赛表现出269公斤 而在试锦赛上呢 汪周宇表现出278公斤 也就是说有10公斤左右的领先 是的 并且呢近期的训练汪周宇又有了一定的提升 在训练当中 特别是前一段国家队搞了一个模拟测试赛 汪周宇的总成绩已经达到了285公斤 也就是说抓举125停举160公斤 所以我们非常期待这个级别 在明年冬季奥运会上能够有所作为 刚才庞志导也给大家详细介绍了 目前这个级别的情况 那么目前这个级别的世界标准 还没有运动员能够达到 毕竟是一个新设立的级别 世界标准呢抓举132公斤 停举164公斤 总成绩是294公斤 那汪周宇呢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比赛 已经慢慢再向这个标准再接近 但是刚才汪周宇也说了 在他身后的运动员 基本上每场比赛总成绩都跟他要相差 差不多10到15公斤这样的距离 所以我们在这个级别上的优势还是比较大的 今天这场比赛除了汪周宇之外 敖辉 康月和蒋卫鹏 这都是国家队的运动员 看看这几名球员 几名运动员同场竞技能否互相之间产生这种促进的效果 对 江西的吴建雄第二次试剧98公斤 吴建雄呢在18年的冠军赛上是参加女子87公斤 76公斤的比赛 刚才提到的汪周宇呢 目前优势相对明显一些 那么另外像你刚才提到的 三位国家队的选手 敖辉 康月 贾卫鹏呢 应该说也在积极地追赶 特别是敖辉呢 在2018年第一次修改级别的时候 就参加了这个级别的比赛 并且呢是获得了停举和总成绩的精彩 没错 从目前的预报开把重量来看 敖辉呢是110公斤 康月的115公斤 帮周宇118公斤 脚一盒103公斤 我刚才说的敖辉呢是18年实锦赛的抓举和总成绩的金盘 当时呢是停举获得了一枚银盘 现在看到这是康月 来自山东青岛的运动员 对应该说这是一位老将 曾经呢在没有修改级别之前呢 这个选手啊 以前是参加牛子75公斤级的比赛 那么个人总成绩啊 也曾经达到过292公斤这样一个高水平成绩 没错 这是来自江西的敖辉 18年世界举重金盘赛这个级别的抓举和总成绩的两名金盘获得者 在今天女子87公斤级A组的比赛当中 一共11名运动员 三位00后的运动员 年龄最大的是康月 91年的运动员29岁了 年龄最小的是来自黑龙江队的田东平 18岁 现在出场的是江西的吴建雄 连续试举 第三把了98公斤的重量 不错 这个选手应该体重不大 是从76公斤级晋升上来的选手 那么在今天的11位选手的抓举预报开把重量最高的是来自湖北的汪忠宇 排在其后的是山东队的康月115 江西的奥辉是110公斤 贾薇鹏的开把重量是103公斤 刚才您也提到了 现在我们的全国纪录是汪忠宇在去年的亚锦赛上创造的 是125公斤 那么世界标准是132 我想呢 刚才您也提到 就是说我们通过努力会越来越接近这个世界纪录的标准 是 刚才呢 江西的吴建雄第三把98公斤 经过仲裁的合议呢 改判为失败了 这样一来他的抓举成绩就定格在了95公斤 好 接下来出场的是河南的高金金 第二次试举 100公斤的重量 这个100公斤的重量呢 是在18年的全国举重冠军赛上 最后一次试举的重量 当时呢 是很遗憾 没有起来这个重量 把100公斤没有起来 欢迎大家呢 在观看转播的同时 下载央视频客户端 关注多角度看赛场账号 比赛现场简路台 热身区画面同屏自由切换 享受观看举重比赛的新体验 若运动员比赛中 适举成功的最高选绩相关 2020年的全国举重指标赛 也是动静奥运会的模拟赛 那么是于10月19号开始 现在呢已经接近尾声了 这次呢 有来自全国31支代表队 200多名运动员来参赛 那么这次比赛大家都知道 是在这个我们战 取得疫情 重大战略成果的前提下 举办的一次全国锦标赛 应该讲这个比赛也是来之不易 这个比赛呢 也得到了湖南省体育局 绍阳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没错 我们知道绍阳市委书记 龚文蜜亲自到举重馆 这个比赛馆来检查 整个安全和比赛的有关情况 那么比赛期间呢 绍阳市人民政府市长刘世青 专门到现场为运动员鼓尽加油 嗯 昨天尚阳对这次比赛的重视 对 河南的高筋筋连续试举 100公斤的重量 干领带的高度呢 还是稍微差了一点 因为这个国际举联调整 调整这个比赛的级别啊 时间还并不是很长 是从2018年的10月1日起 开始实施新的级别 那么实际在我们国家呢 举办大型的 重要的全国比赛只举办了两次 一个是2018年的举重冠军赛 和2019年的举重锦标赛 是 那么这是第三次举办这个 新级别的比赛 那么很多运动员呢 个人的体重 还要随着这个几个级别的变化 在不断地适应和调整 像我们看到这个本场87公斤级呢 以前很多可能是有90公斤降下来的 也很可能以前有75公斤级选手 晋升上来的 是的 所以说呢体重不一样 水平呢 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去磨合 不光咱们啊 整个世界目前的情况都是这样 对 也应该讲正是因为我们国家 比较早的进入到这个调整 这个身体和级别的对应 所以说呢 我们在2018年的施锦赛 和2019年的施锦赛上 我们就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这就像我们国家其他优势项目 包括乒乓球啊 还有这个其他项目的 尽早的去适应新规则的变化 因为这个规则当出来以后 你改变不了新规则的时候 你只能去尽快的去适应 是的 实际呢 这次国际举连调整这个级别啊 从某种意义上讲呢 对我们国家优秀选手 还是不太有利的 就是我们相对来讲 对我们来讲呢 这次级别的调整 是必大于利的 但是我们克服了各种困难 尽早的 可以说尽早下手 我们运动很快的进入到角色 所以说是我们现在在 这女子的十个级别上 尤其是奥运级别上 我们在世界上 像女子我们有五个级别 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是 接下来出场的是辽宁省朝阳市体校的王淼 第一次试剧 重量102公斤 嗯 多错 非常顺利的开榜 应该讲呢 从目前情况来看呢 女子呢 已经结束了八个级别的比赛 呃 赛前我们曾经担心的 运动员长时间没有参赛 另外受到疫情的影响 训练 是否系统 呃 这都是我们赛前 应该说担心的 呃 从整个比赛情况来看呢 呃 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影响还不是太大 嗯 尤其是我们很多省市 克服了疫情的困难 呃 狠抓运动队的训练 是 不仅没有影响到成绩的发挥 有些运动队呢 还提升了成绩 好 接下来出场呢 是国家队的运动员 来自北京的贾维鹏 第一次试举 一百零三公斤 这开靶的重量呢 要的还是比较稳的 对 这个选手啊 呃 也多次调整自己的体重 嗯 没有问题 呃 诺叔刚才庞士导介绍的 因为之前贾维鹏 他参加国际比赛啊 体重最高的峰值 达到过一百一十三点二八公斤 对 那么今天呢 他的体重是八十六点三零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体重的升降幅度是多么大 是 呃 所以这次比赛之前 呃 国家队来场馆热身的时候 看到贾维鹏没太感人 我还过门过去确认一下 请问您是这个贾老师吗 呃 还打过九十公斤以上级 那么这次国际局联调整级别以后呢 他又把从大级别又调回到八十七公斤 嗯 实际呢 这几次往返的调整体重 对运练的体能和训练各方面还是产生一定的影响的 嗯 贾维鹏呢 呃 当然这个是在不同级别的比赛了 最好个人抓紧成绩呢 是一百三十七公斤 撑住 好的 第一把当时被判失败了 嗯 成功 第二把顺利举起了一百零三这个重量 表连重量一百零三公斤 一号吉林素贿宾 第三次是九号准备 今天呢 汪周宇的开靶重量 第一百一十八 这个开靶重量呢 呃 应该讲也是汪周宇 在比赛当中 比较高的 开靶 嗯 在二零一九年的世界举重锦标赛上 当时他的开靶重量只有一百一十六公斤 所以呢 我们期待汪周宇这次 能够再 创自己的最好参赛成绩 是 吉林的宋慧宾 第三次试剧 重量加到了一百零三公斤 加重的幅度并不大 九十七一百零一 这把一百零三 这个选手啊 在一八年的时候 呃 成绩就达到过一百一十一 我们看到这是吉林教练 吴子健 哎 没有能够撑起来 将他的抓举成绩定格在一百零一公斤 现在场上还有五位选手没有出场 四号黑龙江田东平第一次试剧 接下来准备出场呢 是黑龙江队的田东平 田东平呢出生于02年的运动员 18岁 也是一位戴着眼镜上举重台的女运动员 这组当中年龄最小的选手 开把重量是一百零五 这真是目前国内比较高的水平了 哎呀 还是有点着急啊 对 我们看很多选手啊 都到了成功的边缘了 就在某些细节上没有做好 所以说呢 没有成功 这次啊 我们看这个三中老将呢 康悦的开把重量和汪朱宇还是比较接近的 抓举呢 两个人只差三公斤 那么停举呢 也是只差了三公斤 只差三公斤 所以说呢 这两个选手在比赛当中 关键还是要看成功率 另外呢 我们还在康 因为康悦这是 全运会以后 进行了短暂的休息和调整 所以付出的时间 还并不算很长 浙江的彭黎娜 第一次试剧 一百零五公斤 应该比较轻松地完成了 非常的稳定 所以我们看比赛的时候 如果运连这个动作 这个不是规范 举的就显得杠链很重 对 而我们许多运连呢 就很优秀运连呢 因为技术规范 做的动作顺畅 你就会感到很轻 就是给人感觉 真是那叫举重落轻 有的运连会给你感到 举轻落重 所以这就是运连的技术风格 不同 黑龙江队的田东平 第二次试剧 一百零五公斤 上一把呢 已经非常接近成功了 但是没有称稳的情况之下呢 比较仓促的起身 最后没有成功 还是要稳住啊 对 这个重量完全在 他能力范围之内 第一把呢 就是细节上没有把控好 导致的失败 下去之后 教练当时也说 撑稳了吗 对 现在应该说 已经进入到 女子的大级别的比赛了 这个时候呢 应该讲运运运的成功率啊 要比小级别 还是应该好一些些的 那么在19年的 世界体重体标赛上 汪州宇呢 是凭借着一百二十公斤 获得抓紧的冠军 那么朝鲜的军云珠呢 是一百一十五 获得一枚银牌 所以我们今天看看 我们国家除了汪州以外 其他选手是否能够突破 这一百一十五这个重量 好 来自辽宁省朝阳市体校的王淼 第二次试举 一百零六公斤 哎呀 采访已经判失败了 短银重量一百零六公斤 六号辽宇省朝阳市体校王淼 第三次试试五号准备 应该讲呢 这个比赛每一场呢 十到十二名选手啊 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比赛人数 所以说呢 今天本场有十一名选手 所以说呢 这场比赛整个 为什么叫比较舒服呢 因为一年要做准备活动 这个准备活动啊 如果人数比较多 你就很难把握 你这个活动做多少把 就是这个做活动 到自己最佳的状态去出场 而一般十到十二个运联呢 这个准备活动呢 这个把速呢 就容易 就是容易被这个教练所掌握 对 看到汪忠宇呢 还是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啊 进行着热身 应该是现在是五十六十 应该做到七十五公斤了 我们希望这次汪忠宇呢 无论是在抓紧 还是挺紧上 能够有所突破 那么个人最好比赛成绩呢 是表现在 二零一九年四月举行的 亚洲几中锦标赛上 康悦和主大教练 陈勇教练 对 所以说说 康悦啊 这个赛前我也看到 他早一生啊 做一些按摩放松 还是比较低调的 还是比较低调的 也没有透露自己 要准备拿出多少成绩 康悦也是一位出道 非常早的运动员 09年当时就参加 山东拳运会 也曾经成绩达到过 一定高峰 对 来看一下辽宁省 长城市体校的王秒 连续试据106 好的 成功 康悦呢 在比赛当中呢 个人最好成绩 当然那是以前 参加女人75公斤级比赛 达到过291公斤 抓举131 停举160 当然说那个体重是75 如果说目前情况下呢 如果长到 这个体重达到87 可能还会有更高的提升 好 接下来出场的是 江苏运动员吴燕 第一次试举 他把重量是108公斤 好的 非常轻松 完成了108这个重量 对 现在目前场上呢 还有三位国家队的队员 汪州宇 康悦和敖辉呢 没有出场 他们的开把重量 分别是敖辉110 第一康悦115 汪州宇的118 对 我们看到其他选手 目前呢 还只有两位选手 打到了110 所以说呢 下一把试举 很可能就是 敖辉要出场了 现在贾薇鹏的 第三次试举 108公斤 贾薇鹏呢 个人特别啊 是抓举相对弱一点 但停举好一些 他的停举啊 以前是一个 下蹲挺的选手 又快失败了 这个右肘啊 好像是有点小问题 但是我感觉 他呢 不是很明显 今天贾薇鹏是第一把 和第三把 都是被判的失败啊 对 所以这样呢 非常可惜 运动员的情绪 还是非常稳定的 对 这一个是 哦 确实有一个 有个抖动的动作 我感觉还不叫屈身 有个下降 然后又上去 所以这个 被判为犯规呢 很可惜 好 现在看浙江选手 彭琳娜 我感觉呢 从第一次试举 动作做得比较 果断 也比较规范 好 来看第二把 加到了109 对 加了4公斤 你看看这个就 财队也挑不出毛病 一次到位 嗯 成功 杠陵重量增加到110公斤 2号江西敖辉 第一次试试 4号准备 好 接下来呢 敖辉要准备出场了 杠陵的重量 也加到了110公斤 从现在开始呢 就进入到了 奖牌的争夺 关键阶段 对 敖辉呢 是2018年 这个级别的 抓举和总成绩的 世界冠军 敖辉呢 个人的最好抓举成绩呢 是表现在 2019年的世界冰比赛上 是115公斤 在 2019年的亚锦赛上 抓举成绩是110公斤 他在2018年的冠军赛上 是获得这个级别的 总成绩的冠军 当时是258 抓举成绩114 也就是说 敖辉是我们国家 在这个级别上 第一个全国冠军 是 好 来看敖辉的第一次试剧 110公斤的重量 好的 非常轻松完成了110公斤 这个重量 现在场上还剩下六位选手 有两位选手没有出场 他们分别是国家队的康岳和汪周瑜 另外呢 有两位选手只剩下一把试剧 刚才这一把也得到了张国诚主教练的表扬 对 有个腰刷鸟 准备 黑龙江队的田东平 第三次试剧110 哎呀 失败 将田东平作为这组当中年龄最小的运动员 抓取成绩定得在了105公斤 像有些选手啊 成功率不高呢 一个是技术 比如说还是不完善 另外呢 开靶的重量是不是有一定的问题 我感觉这次呢 成功率不高呢 还是这个疫情的影响 运动员长时间没有参加比赛 这种比赛的感觉和心理 可能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是的 好 来看浙江的彭丽娜 彭丽娜呢 第三把是加了两公斤 111 前两把完成的都非常漂亮 对 如果他举起这个重量 比他18年的冠军赛成绩 提高了一公斤 这个拉的就是不到位了 高度还是差那么一丁点 高度重量增加到112公斤 5号江苏无业第二次市举 2号准备 现在应该讲随举起这个市举的重量 所以就有可能向奖牌多靠近一步 目前这个级别的全国抓举记录 汪州鱼保持了125公斤 对 这个记录呢 是在2019年的亚洲举重锦标赛上创造的 江苏的吴燕 第二次市举 杠磷重量加到112公斤 开把是108也是完成的很轻松 这一选手应该讲加重的幅度 肯定是在三公斤以上了 如果是不是争夺某个名次的需求 好的 干脆利索 对 两次市举都获得了成功 我们从不同角度的镜头呢 能够看到运动员啊 整个动作的那种技术性 对 现在场上我们看还有四位选手 所以说呢 现在没举起一把市举的重量 可能都更加接近于奖牌的距离 重量增加到114公斤 2号江西敖辉第二次市举 3号准备 目前敖辉呢是排在抓举的第二位 因为他举起110以后 那个江苏选手又成功地举起了112 好 看一下敖辉的第二把 114公斤 哦 欧辉啊 在18年市举赛上 117 他个人抓举是117 对 获得了抓举的金牌 这应该是他在这个级别的抓举最好成绩了 对 好的 好的 称稳之后再起身 中间裁判呢给了一盏红灯 增加到115公斤 3号山东康越第一次市举 5号准备 接下来康越准备出场了 康越出来之后 那么距离汪州雨的出场也就非常近了 对 因为介绍康越我们不太好介绍 因为他这个是以前参加女子75公斤比赛的时候的成绩 曾经的最好抓举成绩达到过131 对 14年押运会的时候 打的是75公斤级 对 那么进入到女子87公斤级之后呢 参赛的场次当中 19年圣洁哥国际公开赛是抓举举过123这个重量 来看一下康越今天的开把 115公斤 也是好像右肘 这次啊 这个 感到 不可思议 感到不可思议 我们通通把你头来看一看 因为刚才 这个小的镜头看得不清楚 我们看看右肘 应该有个微小的取身 不是很明显 但呢 这次 判法 就是 所以说我一直啊 在转播当中呢 对这个 举重 这个 制定这个规则呢 还是有保留我个人的意见 觉得不是太合理 因为我们举重啊 就是你举起这个重量 只要不借助于身体以外的力量 去完成这个动作 我想就应该算作成功 但是呢 现在 比如我们刚才看了 看月 我不知道观众 有些观众 看没看这个 这个环节 微微那么一点点 动作 那么他实际 已经完全完成了这个重量 而被判成失败 我感觉还是很可惜的 从今天 贾薇鹏 两次试剧被判失败 对 看出来 他平安会对这个 走步的动作抓得很严的 很严谨 包括敖辉的 刚才的第二把试剧 也给了一盏红灯 对 所以这一判呢 我想对康悦啊 是否产生心理影响 我们还要关注他第二把试剧 嗯 康悦是一位 酒精沙场的老将 当然我们不能说 因为你受到影响而不判 当然我就是对这个规则 确确实实 值得国际许联的官员们 认真地思考 还好 第二把顺利地完成 三盏白灯 对 这样的话 就对他 如果是说 和王忠宇要比辟的话 目前 就至少减少了一把的试剧的重量 对 不太有力了 对 非常不利了 这是江苏的五燕 第三次试剧 116公斤 五号江苏五燕 第三次试剧 三号准备 刚才这个右肘的上部 这个胳膊 实际是个抖的动作 而不是个屈身动作 这是江苏的五燕 第三次试剧 116公斤 现在出了江苏五 这是江苏队的领队冯明 现在就江苏队这个选手了 剩下的是三位国家队的运动员 其中望周宇的118还没有出场了 江苏的五燕 也是有一点红灯 右手的手肘 有一点小小的抖动 抖动 五燕这一举呢 也是打破了全国青年抓举记录 五燕也是一位 在01年出生的运动员 那么明天就是他的19岁生日 现在还是18岁 提前祝他生日快乐 这也是提前获得了一个生日礼物 好 这是奥辉呢 第三把试剧 117公斤 那么如果举起这个重量呢 将和他18年世界级中指标赛 夺得抓举冠军的成绩是一样的 对 奥辉啊 应该是在19年的亚锦赛上 当时呢 比赛当中 走关节还是受了伤了 当时 好 这是国家队教练吴美景 这为什么给红灯了 左手的手肘啊 看看是不是有一个趋身的动作 中美汪中宇第一次试取 三号准备 其实他这次呢 在应该讲 非常不利的情况下 调整了过来 我们看他一下 左肘 左肘 这个去身的动作还是比较明显的 对 好 我们今天最大的明星汪中宇出场了 汪中宇呢 这个选手是来自湖北宜昌的 那么在2018年的世界举重指标赛上 当时是参加女子76公斤级的比赛 没错 那么自从19年宁波亚锦赛 升入到女子87公斤级这个级别之后 就没怎么遇到过对手 对 今天的开靶重量 比他19年世锦赛的开靶重量 还提升了两公斤 好的 好的 非常轻松啊 对 那么在前一段国家队内部举办的测验赛上 汪中宇的抓取成绩是125 停后 所以说我们今天呢 也期待汪中宇呢 再一次的刷新 自己所创造的125公斤的选顾纪录 应该说细心满满 不过这120 118开瓦了 可能是123 应该是这么个加法了 123完了 可能会是126 这样的三公斤 五公斤三公斤的相加 这样一个情况 好 抗越 好 抗越第三次试举 因为第一次试举被判为犯规 所以说呢 失去了一把 失举的机会了 好 第三把 120公斤 这是国家队教练陈文斌 和陈勇 打起来 还真的不错啊 好的 120公斤 完成了这个重量 对 应该说全员会呢 抗越呢 是砸锅了 那么17年到现在应该说很长时间没有在全国比赛上亮相了 这次呢 应该讲如果是不受到那一次判罚呀 可能至少还有三公斤的成绩 没错 那还有机会呢 再网上把这个成绩提一提 对 状态调整得非常好 好 接下来 场上就只剩下汪周宇最后两把 对 第二把加到123公斤 对 果然是这么加法 因为这样加完了呢 第三把可能就加到126了 这样呢 也是符合加重的一个比较 就是这个重量比较缓慢的上升 那么同时呢 又能打破自己所保持的全国纪录 当然关键是要看到成功率 这是他的主代教练王国锡 好的 关东宇 关东宇123这个重量 前两把全部成功了 这样他就已经锁定了抓举的这枚金牌 汪周宇呢 他基本上是87公斤级这个级别 无论是国内比赛还是国际比赛 同组当中啊 这个体重相对比较轻的运动比赛 18年参加的是女子76公斤级比赛 你想一想现在到87要增加11公斤的体重 所以呢他体重还是比较轻的 是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对于年应该说更有力发挥成绩 因为不叫体重嘛 汪周宇今天的体重呢是84.05公斤啊 也是同组当中体重最轻的 对 观众朋友们现在正在收看呢 这是全国女子举动举标赛 也是东京奥运会的模拟比赛 这次比赛是我们在湖南的邵阳举行的 应该讲来自全国各地的运动员 享受到了美丽的邵阳市人民 和给比赛带来的方便条件 这次比赛我们在转播当中也多次提到 受到了邵阳市委市政府的高度的重视 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这疫情期间 举办这样的比赛 要保证每一位来参赛的运动员和公共人员的安全 他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所以我们要再一次的感谢邵阳市人民和邵阳市政府 现在就只剩汪忠宇的最后一把试举了 对 重量加到了126公斤 对 这个重量如果举起来了 将打破由他自己保持的抓举全国记录 另外呢 我想这个成绩的出现 又奠定了他在国际上的更好的领先地位 好 这是国家队的教练陈文斌 好 最后一把试举 王国勋教练 我故意此时此刻呢 教练还是很紧张的 国家队主教练张国正 好的 是的 今天这个重量 其实完全可以再往上加 对 那文拖起见还是126 如果是我们作为模拟奥运会 为了给云队员一个实际器 我想他肯定还能够再有至少两到三公斤的余量 没错 这样的话 恭喜王忠宇以126公斤的抓举成绩 打破了全国成年记录 同时拿到了抓举的金牌 好的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 一会儿再回来关注这个级别停举的比赛 那在不远的将来 汪州宇就很有可能接近或超越这样一个成绩 没错 停举比赛 首先上场的是江西的吴建雄 第一次试举125公斤 从目前预报的停举开把重量来看 开把最高的是江西的敖辉 150公斤 汪州宇呢是148 康越是145 这三名能源的开把重量是最高的 但是呢今天康越那个 敖辉呢在抓举当中呢 最后一把试取 117公斤呢被判为失败 所以这样呢 他今天的抓举只有114 欢迎大家 在观看转播的同时 下载央视频客户端 关注多角度看赛场账号 比赛现场 简陆台 热身区画面同屏自由切换 享受观看举重比赛的新体验 江苏队的吴燕第一次试举126公斤 他今天的抓举三次试举三次成功获得了 抓举的一枚铜牌 116公斤 抓举表现的还是非常出色 对 但从停举的开把重量来看 距离国内顶尖水平 还是有一定差距 对 我们看到他现在试举的重量呢 和汪州宇的抓举 重量是一样的 126 成功地完成了这个重量 我们目前看到呢 来自吉林队的宋慧斌 应该是因为受伤了 退出了停举比赛的争夺 另外呢 刚才介绍了 今天停举开把最高的是 敖辉150公斤 另外我们看一下 汪州宇的开把 还是很有讲究的 为什么是148公斤开把呢 如果成功的话 很有可能在第二把的试举 加到153 那么第三把的试举重量 就会到156 如果正常的情况下 如果敖辉的抓举呢 要停举 除非是超过他的重量 那有可能在第三把试举 有别的变化 那么如果是正常的话 他就会加到156 那这样呢 就会打破自己保持的 155公斤的全国纪录 也将自己的比赛成绩呢 提高1公斤 另外呢 我前面介绍了 在国家队前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进行的队内测试赛上 汪州宇已经举起过 160公斤这个重量了 河南的高筋筋 第一次试举 130公斤 穿得不错 好的 成功 高筋在第一次参加 这个级别比赛的 18年冠军赛下 他的停举成绩呢 是126公斤 今天的开把重量 就超越了自己 最好的比赛成绩 在这个级别当中呢 一共是有11名运动员参赛 年龄最大的是 来自山东队的康悦 91年的运动员 今年已经29岁 对 年龄最小的是 来自黑龙江队的田东平 02年出生的运动员18岁 两人之间的年龄 也差了有11岁 另外呢 今天康悦 整个抓局的情况来看呢 表现的还是 非常的应该说 令教练满意 因为受到一次的违规判罚 所以呢 最后呢 抓举成绩120公斤 不然的话 可能还会有 三公斤左右的余量 对 康悦今天的状态 是非常出色 对 江西的吴建雄 第二次试举130公斤 也成功地完成了 成功 现在来看呢 参加本场比赛的选手 绝大部分都将自己的比赛成绩 有所提升 吴建雄18年的冠军赛上 第一次参加的是 女子76公斤级比赛 当时的停举成绩呢 才只有120公斤 今天呢 就130公斤开靶了 小林国家增加到132公斤 五号江苏午夜 第二次试举 四号准备 江苏的午夜 第二次试举 重量132公斤 吴燕呢 在抓举比赛当中 之前为大家做个介绍 三把全部成功 这部成绩116 拿到了抓举的第三名 也就是因为高成功率啊 才是自己取得了 这样一枚奖牌的 没错 翻得很轻 看上搜 好的 今天全五把啊 全部成功了 所以说呢 通过抓举来看 有些选手啊 抓举的成功率不高 停举的成功率 也不会太高 对 而抓举成功率高的选手 你看他停举成功率 也是很高 所以这呢 这也是一个规律可循 当然这次呢 这个裁判员 在执法的时候呢 是严格按照规则 来实施的 所以包括国家队的 几位选手啊 包括今天 三位 四位选手 有三位选手 都是因为犯规 被判罚 失败 嗯 所以这是很可惜的 我想呢 国家队的训练呢 可能在下一步呢 会要求更严 要做到 更精 更细 更实 右手的手肘 明显的去身的动作 失败 开中将队的田东平 这组当中年龄最小的运动员 还把133 没有能够取得成功 实际呢 他在抓举里边 也是被判为 技术犯规 被失败 而不是没有举起来 所以说我们经常说呢 这个比赛呢 是必不可少的 它是一面镜子 它会照照你在训练当中的一些问题 那么 很多运动员和教练员 也只有通过比赛 来发现问题 以便改正问题 是的 好 来看北京队的贾卫鹏 第一次试举 停举的开把重量133公斤 贾卫鹏也是比较可惜啊 抓举当中的两把是被判失败 对 都是被判为失败 听举当中要注意自己的动作 好的 调整得不错 前面在抓举当中 我们也反复的介绍 贾卫鹏呢 这几年呢 由于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参赛级别 所以他这个体重情况也是 涨到一定的重量以后呢 又降下来 这样呢 也会影响一年整个的体能发挥 实际呢 贾卫鹏呢 停举还是具备一定实力的选手 那么以前曾经最好举起过 171公斤这个重量 当然这都是可能参加不同级别 所取得的成绩 对 171这个重量 应该是在90公斤以上级 对 举起来的 因为过去呢 女子只有7个级别 所以这个级别划算了 只有到了75公斤 然后再就是75公斤以上 不像现在这个71 81 87 87以上 就中间又多了两个级别至少 好的 133第二次试举 德龙江队的田东平完成了这个重量 对 我看田东平啊 对自己的表现还并不是很满意 看几组 看着教练刘瑶 问他另外一个教练 我还剩下 举下一个重量 还有几组 因为这样的决定 田东平是否是回到 后面的热身区呢 还是就在等候区了 所以说呢 在后场的这个 准备活动区呢 教练员非常关注 运动员自己 实际问几把 也就是要问 我还有多长时间能够出场 对 所以在整个热身区啊 教练员的风格很气质 而且经常到了大赛当中啊 教练员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 对 他要计算好运动员出场的时间 不能让运动员突然啊 出现这种 一下子突然通知你快上场了 没有事先的一个心理准备 对 另外呢 为了这个 更好的提高 我们教练员在比赛当中的 战术指挥意识啊 呃 在这次的培训班上 我专门和教练员一起交流的这个事情 就要一定要引起高度的重视提高认识 就是比赛当中这种开靶加重 实际对运动员取得优异成绩 十分关键 没错 嗯 辽宁省 辽阳市体校队的王淼 开靶重量一百三十五公斤 翻得不错 失败 送的时候没有送好 对 这是应该说体校的运动员呢 呃 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全国成人的比赛 对他们来讲呢 还要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呃 刚才提到这个 比赛的后场的指挥 和加重 开靶 为什么要引起教练员的重视 我们其实每一次比赛 我们都经常能看到 很多的运动员 就是因为这开靶加重不大 本来具有争金夺银的实力 嗯 结果呢 砸锅了 或者是没有发挥自己的负责 这样呢 其实这种事情呢 不仅在国际赛场上 在国际赛场上 可能出现的概率比我们这还要高 没错 王淼呢 接下来要面临连续试剧 镜头再次对准了热身区的汪州雨 和他的教练王国欣 那么现在的比赛呢 也已经激进尾声了 整个这个 从前面的比赛情况来看 整个的组织筹备工作 也是非常的圆满和精彩 在克服疫情的情况下 使我们运动员和教练员 都能够安心的参赛 所以说呢 这次呢 邵阳呢 为了这次比赛啊 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做了精心周到的安排 姚宁省长阳市体校的王淼 连续试取135公斤的重量 翻站没有任何问题 我看上颂的这一下 注意一吨 好的 成功 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成功了 135公斤 这把完成之后 年轻运动员也是 心理压力一下子 就缓解了不少 缓解了很多 所以说 为什么在比赛当中 我在教练员 采判员评训班上呢 也和他们交流说 那么体重比赛呢 的开靶 我们常用的叫做 低开高走 那么高开高走 和高开低走 什么概念呢 就是叫 什么叫低开高走呢 就是我 比如说我能够 举起100公斤 可能我95 或者9697开靶 那么成功了以后 我可以加重的幅度 稍微大一些 比如说 我可以加3公斤 5公斤 因为什么呢 这样运动员呢 当他第一把 完成这个动作以后呢 他的自信心 就建立起来了 那么整个技术动作 可能就规范了 相反呢 重量就要重 举不起来 整个的后面节奏 可能就会乱了 是 江西的吴建雄 第三次试举 135公斤 举起来后提高 比赛成绩15公斤 又是一个 怎么说 一个推举的动作感觉 特别是右肩 这次比赛 应该我们看到很多运动员 应该替他们买西 都是因为技术不规范 被判为犯规 你看 他这是个 不是屈身 而是一种推的动作 就是相当于按照 国际举联的规定呢 就是说你不能第二次发力 对 你只能一次到位 就相当于第二次发力了 对 杠铃到达最高点之后 又一次往上推 对 就是杠铃没到达最高点的时候 他推到最高点了 浙江的彭尼娜 装局比赛当中呢 表现得也不错 我感觉这个队员 整个技术呢 还是比较规范的 干净利索 来 你看看 不拖泥带水 对 成功 成功的完成了 自己的开把重量 对 现在目前战略 停举的 第一位 第一位 本场 停举预报 开把重量最高的 是来自 国家队的 江西选手 敖辉 150公斤 那么汪中宇呢 是完全按照自己 今天是否能够打破 自己所保持的 155公斤 记录这样一个开把 加重的 河南连动员高筋筋 第二次试举 136公斤 开到130 起来之后呢 加到了136 这就是之前 庞志导所说的 低开高走 对 上松的位置 明显不够 失败 降临重量 136公斤 如果高筋筋 重量一直 维持在136的话 那么他将面临 连续试举了 对 现在应该讲 这个场上的重量 只有加到140公斤以上 可能竞争的戏份 将会更加激烈 对 现在应该讲 今天国家队的 四位选手 汪周瑜 康月 敖辉 以及蒋卫鹏 目前应该讲 其他运动员 对他们呢 尤其是对汪周瑜呢 还够不成较大的威胁 汪周瑜呢 在今天比赛当中啊 状态展现的是 非常出色的 对 因为为什么讲 他的比赛状态 实际是个老队员 也可以说是 久经沙场 但是呢 全会以后呢 是自己做了 短暂的调整和休息 所以呢 有一段 有一定的时间 没有参加比赛 所以我们就 这样的情况下 会考虑到运练 是不是对比赛的感觉 会是如何 河南的高筋筋 连续试举 一百三十六公斤 哎呦 写零的时候啊 失败 就有点松了 实际呢 这个选手 一九年的锦标赛 当时的停举成绩 是 一百二十六公斤 嗯 今天的开靶就已经 超过了这个重量 对 开靶就一百三完成了 对 接下来两把一百三十六 呢没有能够成功 表力重量一百三十七公斤 五号江苏午夜 第三次是九号准备 江苏 江苏队的吴燕 第三次试举 一百三十七公斤 随着 杠磷重量的增加 比赛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吴燕由于他抓局比赛的成绩好 所以 看成绩能否给自己积累更多的优势 对 如果他这次试举成功的话 他也是六把试举 六把成功 今天凭借着一百一十六公斤的抓举成绩 能够获得一枚奖牌也非常不容易啊 对 应该是赢核架队奥辉的 好的 六把全部成功 对 一百一十六抓举 总成绩达到二百五十三 很开心呢 六把全部成功啊 对于举重运动员来说 这成就感是非常大的 对 完全把自己的训练水平展现出来了 对 这个二百五十三呢 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水平呢 是排在去年十几赛的第三名成绩 当时呢 获得第三名的选手呢 总成绩只有二百五十二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 他这个停举啊 实际 对于吴燕来讲 是大幅度提高了自己的比赛成绩 所以我看 这个选手啊 成功率高 名字不错 也提高了比赛的成绩 所以这次 还是比较圆满地完成了 少养之行 没错 而且吴燕呢 是一位01年的年轻运动员 明天是他的生日 之前我们说过 这应该是送给自己一个 很好的生日礼物 最好的礼物了 加了五公斤 翻得不错 没有了 失败 行家中员将场上靠零重量增加到一百三十八公斤 实际呢我看到这些选手啊 应该力量还是有 但是呢 技术上还是有一定的 要改进的地方 对 对于年轻运动员来说呢 有时候上场之后啊 容易急躁 所以我们教练员在训练当中呢 还是要做到 像周金 那个举帅尔中心主任 中国举动协会主席周金强 对国家队教育的要求那样 一定要做到 严精细实 每一天都要从这四个字当中 怎么去遵循 训练的规律和科学性 好 接下来看贾薇鹏的第二把试举 一开始是一百三十八 又改了一次到了一百三十九 贾薇鹏感觉他今天的整个竞技状态也不错 而且心态非常的稳定 对 比赛呢应该讲表现比较稳重一些 但是这个选手因为不断的升降自己的体重 参加不同级别的比赛 可以说对他的训练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翻起来了 看上搜 好的 一百三十九完成了 三盏白灯 赵薇鹏呢在女子87公斤级 到这个级别之后停举的最好成绩 是停起过140公斤 2019年圣迭哥国际公开赛 也是一战奥运积分赛 完成139之后已经非常接近这个水平了 自己也非常开心 撑得很稳啊 最后一把呢就可以看对手的情况啊 再来决定加重的服务 接下来准备出场的是浙江运动员彭黎娜 第二把140公斤 彭黎娜呢是2019年这个级别的总成绩的冠军获得者 好的比较稳的 成功的举起了140公斤 他在2019年全国举动锦标赛上 当时的停举成绩是141 总成绩是249 应该讲他现在的总成绩 已经到了249了 对 但是呢 他现在场上还有最后一把试举 就是彭黎娜 是这个级别应该讲是 第二次参加这个级别的比赛 获得这个级别总成绩冠军 在2019年的全国举动锦标赛上 当时他的抓紧成绩是108公斤 第三次逝举9号准备 好 接下来准备出场的是辽宁省辽阳市体校的王淼 第三次逝举140公斤 王淼今天的抓紧是获得了第八名的成绩 140公斤 加了5公斤 看看他 应该讲这个重量对他来讲 今天难度还是不小的 好 贴身 腰别住 好 犯了 这真是要做到 非常的精准 非常精准 对 很难的 因为我看了第二把能起来 已经很不容易了 但是对这个选手还是依然的 像140公斤 40公斤发起挑战 这种精神还是值得钦佩的 对 140这个重量应该也 已经超出自己平常训练的水准了 对 因为他第二把的失举 因为他第一把被判为 他就没有举起来这个重量 第二把失举135 就有一定的难度了 所以我们看明显这一把的 送的杠铃高度不够 9号 美金 贾卫鹏 第三次是 11号 准备 现在场上有三位选手没有出场 他们都分别是来自国家队的 汪州宇 敖辉 和康月 那么现在是国家队的运动员 贾卫鹏的最后一把 是举141公斤 贾卫鹏这个成绩如果起来的话 就是他个人在87公斤级 这个级别上的停举最好成绩 也就是近期的最好停举成绩 没错 这是他的教练 邓慧杰 好 翻起来了 高度不够了 这样贾卫鹏也结束了自己今天的比赛 抓举103公斤 停举是139 总成绩242 目前停举战略第二 总成绩战略第三 这样呢 厂商还剩下144位选手 那么其中来自浙江的彭丽娜 还有最后一把的停举 彭丽娜我们前面介绍的是2019年 全国举动锦标赛的总成绩的冠军 那么敖辉呢是2018年全国冠军赛这个级别的冠军 也就是说国际举联调整级别后 国内的两次最高比赛的两位冠军 那么现在都在本场比赛 然后现在是敖辉出场了 那么敖辉呢也是2018年世界举动锦标赛 这个级别的抓举和总成绩的金牌获得者 当时的抓举117 停举是151 总成绩268 开把145公斤 看一下敖辉的开把 敖辉呢也将自己原来预报的开把重量降了下来 原来是预报的150 现在是改成145开把了 重量增加到145公斤 成功的开把 也会让后面的比赛变得更加的激烈 对 随着敖辉的出场 随着敖辉的出场 接下来康岳 汪忠宇也会陆续的登场 对 那么敖辉呢首先举起了145公斤 现在应该讲四名选手啊 这个停举的奖牌还是要有一争的 还是要有一争的 我们看到 彭丽娜将 自己的第三把水水的重量 加到了应该是145 也是145 但是我想呢 他应该是更改一下重量 阿越加油 来看康岳 开板也是145 对 前面介绍了康岳呢 在历史上啊 最好的个人停举成绩 达到过155公斤 康月还不止呢 是160公斤 160公斤 这是在2014年的亚运会上创造的 对 当时是女子75公斤级 对 放得非常轻 好呢 成功了 我想他可能是对这盏红灯 有点迟疑 这样不管怎么说 他是完成了第一把的试举 145 总成绩现在是265公斤 那么按照正常情况下呢 场上这三位选手 应该讲还有 应该是在彭琳娜举完了 可能就会汪州雨的148要出场了 彭琳娜没有更改 场上的停举重量 145 我们前面介绍了彭琳娜是2019年 全国举动锦标赛 这个级别的冠军获得者 当时的他的停举成绩 是141公斤 彭琳娜这一把 如果起来的话 能够暂时排在总成绩第三 超越无厌 这个253的成绩 这样他也结束了今天的抓紧和停举的比赛 因为2019年的全国举动锦标赛啊 我为什么像国家队的这些优秀选手没有参加 他正好是和亚洲锦标赛的时间比较接近 所以说呢国家队的选手都是去备战 像敖飞啊 汪忠宇啊都去参加了2019年的亚洲锦标赛 因为毕竟亚洲锦标赛是奥运会的积分赛 对 非常关键 并且呢当时是在我国的宁波举行 7号湖北汪忠宇第一次试举 2号准备 好 汪忠宇的148公斤 好 来看汪忠宇的第一次试举 148公斤的重量 那么汪忠宇的个人最好停举成绩呢 是诞生在2019年的亚洲锦标赛上 当时停起155 那么这个重量呢目前也是全国纪录的重量 翻得非常轻 好的 汪忠宇非常稳定的发挥 汪忠宇在2019年的这些大赛当中 发挥的一直是非常的稳定 对 成功率很高 汪忠宇教练 动作非常的标准 汪忠宇的第二把呢是加到151公斤 汪忠宇第二把直接加到了155 汪忠宇的第二把呢是加到151 汪忠宇的第二把目前来看是加到152 接下来场上就只剩这三名运动员了 我感觉这个全国纪录啊可能有纪录的有问题 应该是汪忠宇在19年的世界举重锦标赛上创造的158 这应该是他停举个人的最好成绩 对那么也就应该是全国纪录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这个全国纪录啊是记录他2019年的亚绩赛的成绩 实际呢应该是全国纪录是158公斤 因为这158公斤呢是汪忠宇在2019年的世界举重锦标赛上 基硕的重量 对现在应该说全国纪录应该是155公斤 而不是158 不应该是158而不是155 对 来看康越的第二次试举151公斤 这是国家队的科研组组长 人兵 呃 站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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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他真是不愧是老将 嗯 这样是抓局 102停举151总成绩 已经达到了275公斤 康月来自于山东青岛的运动员 在09年的山东全运会上 当时他就拿下了女子69公斤级的第三 之后就开始主攻75公斤级这个级别 对 之前也为大家做过介绍 在75公斤级这个级别当中 曾经停举最好成绩是达到过160公斤 14年的押运会 今天康月能够有这么好的状态 陈文明教练 陈勇教练都为他感到非常开心 对 那么康月就是遗憾的是在2017年的全运会上 当时在停举 失败没有成绩 二号江西敖杯第二次失举 三号准备 现在场上只剩下国家队的这三位选手 可以这么讲 现在他们的停举实力比较接近 所以说谁能够笑到最后 还要看后面的五把失局 现在康辉有两把失局 汪周宇两把失局 康月还有一把失局 康辉我们前面介绍了 他个人的最好停举呢 是152公斤 这是他在亚锦赛上 举起的重量 那么18年失锦赛 他是151获得停举的亚局 确实在到最后 Ex integer 现在应该说我们前面预报的 全国纪录应该是158公斤 这是汪周宇在2019年的 世界纪录锦标赛上 举起了这个重量 当时他举起这个重量 朝鲜选手金云珠举起了159公斤 所以说汪周宇是获得了 停取的一枚银牌 刚刚会接下来第三把 怎么来选择了 应该不会改变了 一般常规情况下不会改变 因为他举起这个重量 他的名字现在就排在战略第一位 因为康越举完了是151 对他来讲 因为敖辉举完这把 他没有机会了 这是国家队的教练吴美景 那么四天的比赛 很快就要结束了 那么整个的比赛 还是比较圆满顺利 我们许多运动员 打破了全国纪录 有的运运的成绩超过世界纪录 国家队的很多运运呢 就是国家队为备战东京奥运会的运运 都来参赛 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邵辉加把游 邵阳市委市政府 因为这次比赛也提供了非常良好的比赛环境和条件 是的 也确保了我们参赛队伍的安全和顺利平安 邵辉 邵辉不改变自己的重量了 152公斤 第三次试举仍然是这个重量 对 那么厂商还剩下三把的试举 四把的试举 邵辉一把 康悦一把 汪州雨还有两把试举 国家队教练吴梅锦 也是敖辉的主代教练 好的完成任务了 成功152起来之后 目前敖辉是战略停举第一 总成绩目前是266公斤 战略第三位 接下来厂商就只剩下 康悦和汪州雨了 小林中央155公斤 7号湖北汪州雨第二次试举 奥辉那152公斤这个重量 也达到了个人在19年亚锦赛 和19年立马大奖赛上 对 创造的个人停举最好成绩 对 我们刚才说的 应该是158 所以说奥辉呢 应该讲第三把的试举 是否冲击自己最好的 或超过自己最好的成绩呢 来看汪州雨的第二次试举 155公斤 好 主代教练王国新 因为汪州雨啊 这个出来参赛是有指标要求的 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呢 是280 那么这次对他的指标要求 要突破这个最好成绩 撞得非常好 好 这样就达到了280了 那么最后一把试举呢 就是要超越自己的最好成绩了 以280公斤的总成绩 打破全国 全国记录 他的抓举是125 停举是155 分钟量是156公斤 现在来看康悦 康悦最后一把试加到了156 分钟量增加到156公斤 3号 山东康悦 第三次试取 7号准备 好 这是康悦的最后一把停举 可以说今天作为一位老将呢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调整 重新恢复训练 阔别了全国比赛的一定时间 但是这次的表现 我们看 依然还是 精彩不减当年的 是的 这把起来的话 将自己在87公斤级 这个级别上的停举 给个人最好成绩 能提升6公斤 对 对刷新的 以往个人的最好 就是作为这个级别的 比赛成绩 好的 翻的还是有点吃力 但是全力向上 松高 哎哟 还是松的高度不够啊 那么这样呢 场上呢 只剩下汪周宇一个人 我们看他第三把 事情的重量 架到了是157公斤 嗯 那么康悦呢 总成绩达到了271公斤 我们看一下 2019年世界集中指标赛 汪周宇的成绩是 我们看一下 汪周宇的总成绩是278 那么获得第二名的是 朝鲜的选手金银珠呢 总成绩只有269 嗯 所以说呢 今天康悦这个总成绩 已经超越了 这个世界第二的成绩 对 好 现在场上只剩下汪周宇了 那么汪周宇 记录和总成绩 全国记录 预祝王周宇 试举成功 之前我们也介绍了 由于呢 汪周宇在 19年的市井赛上 平均是举起过 158公斤 这个重量 对 所以 按说目前的成绩记录呢 应该是 158公斤 这个程序记录 对 现在加到了 160公斤 加到160公斤的话 那汪周宇将尝试 超越自己 个人停举的最好成绩 同时已将创造新的全国记录 对于汪周宇来说 这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如果这把起来的话 距离目前的世界标准 164 也越来越接近 165公斤 旗号 湖北 汪周宇 第三次试举 看看汪周宇 160公斤 能不能起来 对 这是本场 最后一把试举 那么如果 举起这个重量 它的总成绩呢 将达到 285公斤 这个成绩呢 也是他 前一段 对内举行的测试赛上 他个人取得的成绩 所以说我们今天呢 对他举起这个重量 还是抱有充满信心的 对 另外呢 汪周宇呢 他不降体重 甚至体重还有一定的 这个差距 所以说体能不会受到影响 好 最后一把试举 祝他成功 上送要送高 送高 好的 漂亮 汪周宇再次 向我们展现了 他的进步 汪周宇 打破 女子87公斤级 全国成年 这局呢 一下子将 全国成年 停举和总成绩 记录 再次刷新 汪周宇还打破了抓举 他抓举 今天是126公斤 对 上一来这场比赛 对于汪周宇来说 就非常圆满 那么 抓举三把 全部成功 停举三把 全部成功 总成绩呢 286公斤 即便是在 目前 国内的比赛当中 汪周宇也能够以领先 第二名 15把 全部成功 他跟汪周宇呢 是只有这两名运动员 六把是全部成功的 吴燕呢 在抓举当中 拿到第三名 停举第六 总成绩第四 如果他在 未来的比赛当中呢 提升一下自己 停举的实力 还是很有机会 在这个级别上 继续取得进步的 四天的比赛 很快就过去了 应该讲我们的运动员 在这个比较良好 优美的环境里 比赛 也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 所以说呢 在此我们要感谢 邵阳市委市政府 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个 良好条件 大家也感觉到 来我们邵阳比赛呢 还是非常方便的 这里边交通发达 有高铁 有动车 也有民航 所以说呢 这是一座 这种证明 我们要处理幸福啊 我 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